我們同步也更新了那個驗證二維碼掃描器 其實就是方便那些處所 主要是一些做主動審查的處所 即是說是需要在處所門口 掃描那個市民提供的二維碼 確定它符合到那個疫苗通行證的要求 那裡其實我們在第一階段的疫苗通行證的時候 已經開發了 但是我們也聽到一些意見 譬如食肆的意見 因為它也可能留意到會不會有些人 我根本查核不到他的身份 會不會有些市民是用同一個針卡 就是大家共用呢 這些都是一些漏洞我們希望可以堵塞到的 所以在新的程式裏面我們增加了一些新功能 這個剛才主持人說的就是其中一個 如果我們發現是同一個二維碼 如果它是在同一個地點 同一個時間譬如說五分鐘內 掃描得多過一次的話 它會有一個特別聲響題 那個處所的負責人就特別留意了